各位欧洲太一文化传播中心 线上平台的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再次请到孙海顺老师 给我们来做心经的阐释 上一讲呢 孙老师给我们讲了十八戒 这个从掩耳鼻舌深意 从这个根沉 借这个几个角度 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解读 那么今天往下讲 请孙老师给我们做非常精彩的开示 谢谢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线上的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各位同仁 很高兴我们又能够在 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的线上平台 和大家呢 共同分享心经文化漫谈 这么一个课程 我们心经的话呢 跟大家已经分享了很久 现在呢 进入了快车道 因为这个主要内容 基本上讲的差不多了 上一讲破的是我知 破的是我知 包括什么呢 它主要破的是素生我知 也就是常在我们习气当中 对我相和我见的执着 这种我知的破除是非常重要的 而素生我知破除之后 就要破我们所谓的素生法知 也就是对法的执着 而这些法的执着呢 我们现在来看原文呢 不无名 亦无无名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这一段呢 是简说 是简说 这个佛法 小乘呢 有两支 一支叫声闻 一支叫原觉 声闻呢 它成就的 主要是苦极灭道 就后面的 原觉呢 它是不得十二因缘而觉悟 佛传授十二因缘之法 它觉悟了 我们称之为原觉 如果在无佛世界 自己觉悟十二因缘 而成就的话呢 称之为辟之佛 也叫独觉 这都是小乘的国位 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大德 那么这个十二因缘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吧 说是我们要无法治 但是我们因为现在 还处在普法阶段 是吧 你说十二因缘可能有 大家知道的 也有人不知道的 对吧 那不知道的 叫什么 法上因舍和况非法 对吧 我们现在法还没得呢 怎么舍呢 所以我们还是先给大家 建立这个十二因缘法的一个大概 大概建立之后 我们再通过 观自在本剧组 说这个十二因缘 只是我们反观内照的 认识世界的一种方便 而这个世界 本在我心不生不灭 这个十二因缘法就无了 所以 首先 无名 缘形 情缘事 事缘名色 名色缘六入 六入缘处 处缘受 受缘爱 爱缘取 取缘有 有缘生 生缘老死 这就是我们十二因缘的口诀 是吧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自心啊 我们自心啊 因为无名 而产生之烦恼 它会什么呢 促使我们妄动之产生 所以叫无名缘形 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它很重要的一点 它就解释这个世界 为什么产生 说因为无名啊 那什么叫无名呢 就是对本心的不圆满的了解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无名 无名从哪来的 这里面并没有解释 所以到这 它只以无名为根本 而心经直接破除 叫无名 为什么 我们所谓的无名乃至老死 这一系列的所谓的因缘之法 乃是幻境中的戏论 因为所谓的老死 所谓的世界 本未生过 也就是所谓的无神发展 从来没有真正的产生过 只是我们能够按照这个规则去幻化而已 也就是这十二因缘 但是我们如何用自新来幻化这个世界的渠道或者法则或者通或者那种路径 这点我们要搞清楚 它很重要啊 我们好多人 但这个话不应该说啊 我们好多人喜欢学神通啊 学佛 你没有点通 你学什么佛 但是我们正经的 不讲神通 为什么不讲神通呢 是个人都有神通 但是你未必能觉悟 而神通怎么来的 其实也是因缘吧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一看 你就没了 当然我就不多说了 这说多了 有违作止 所以我们就知道 其实我们在这个苏婆世界 算不算神通 算呢 我们变现了这么一个依正庄严 变现了这么一个苏婆世界 难言不提 就是我们叫苏婆世界 难言不提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地球 有山河 有大地 有风啊 有日啊 有月啊 有星啊 有尘啊 有人啊 有鸟啊 有兽啊 哎呀 这么丰富多才 这么一个世界变化出来 好像真的一样 而且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 你可以听小鸟的叫声 你可以听水流声 你可以听风声雨声 读书声 声声说 对不对 哎呀 这些东西 这个这个 哎呀 真的好妙啊 这种妙是不是 所谓的通纳世代 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呢 不用学啊 我们就是因为耍神通 把自己搞迷了 哎 所以说 每一种通 都是这十二元之所起 十二元之所起 包括我们的老死 实际上也是一种变化 也是一种通 所以我们 我们学习佛法的根本 不能够关注在神通上 而是应该关注在 吴无名 应该关注在 彻底的觉悟 彻底的明心 见性 了自本心 哎 这是我们所谓的 大乘的根本宗旨 也就是什么 直去心源 觉悟本真 哎 所以呢 这些法 是十二元 解释的什么呢 解释的这个世界 是怎么产生的 所以他的开头 是无名 而我们修行 最重要的就是 以明心见性 而破无名 所谓破一品无名 正一份法 我们修行了半天 就是要破无名啊 那么 这个十二元 你觉得需不需要学呢 还是要学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我刚才已经讲了 懂的 你就自己跟着后面玩 不懂的话呢 哎 随缘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会玩的 你就转缘也行啊 好 我们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无名 缘行 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 本心的不觉悟 所以会导致 我们对什么 对迷失的本性的追求 去找 去找 我的 找我的 所以说 他就有了妄动 这个妄动 我们就称之为行 就称之为行 在这个妄动当中 我们会认知一些 我们也会遗忘一些 我们会进行一种分别 就是叫实 实就是识别的意思 无名原形 行原实 就是我们在妄动 在寻找 哦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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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决绝 利坚 毁魅为空 毁魅就是什么 在找的过程中 没找着 决绝利坚 什么 在找的过程中 找着了 所以找着了 我们就变成了 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物 也就是所谓的 由经伦开始 是吧 这个经伦 决绝利坚 就形成了 所谓的经伦 而这个过程 我们就称之为实 实用什么呢 认识一些 和遗忘一些 这叫实 实际上就是分别 执着 这个实一旦出来 就会出什么 出名色 这是现象 明是对他的认识 比如说桌子 椅子 比如说 青汉李坯 看淡仰夫奶 是吧 这些化学元素 乃至于什么呢 所谓的地水火风 什么的金木水火土 这些原初始的元素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对他进行一个命名 就叫明色 当然我们就认识 这是红的 这是绿的 这是紫的 这是蓝的 红橙黄绿青蓝紫 这也是一种明色 他首先有这么个东西 我观察到了 并且对他进行什么 所以这个叫明色 明色为什么呢 会影响我们的六入 六入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 眼耳鼻舌生意 对吧 眼见色 耳闻身 鼻袖香 舌肠胃 对不对 生接触 脑丝法 这就是所谓的六处 这些明色为什么 让我们不断的 对外在的世界进行攀缘 最后通过大脑 把他们之间建立起一个虚妄的关系 这个虚妄的关系 就是所谓的六入 就通过这种建立 比如说 水浇在花上 花就能涨 然后花涨了之后就能结果 果子出来就能吃 而糊种到肚土里 它又能涨 这些其实就是什么呢 我们六入对它进行的一个判断 这长出的果是酸的 皮是黄的 花是红的 等等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六入 这六入靠什么 靠明色来圆六入 用明色来攀缘这个六入 攀缘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然后六入呢 原处 这个六入它怎么 它就会增加什么 增加我们收集这六入器的器官 也就是所谓的邓老发尘 邓久发尘 邓久发老 老久发尘 我们在这个六入 就六种感知 六种觉寿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这种觉寿专门去建设 建长了 它就会变成一种什么 变成一种处 这个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接触这个东西的一个器官 就慢慢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浮尘根 那这个根就产生了 然后这个根产生了 耳朵产生了 鼻子产生了 这就叫处 这就是我们接触外在世界的器官 处元兽 这个处有了 它的背后的感受就通过什么 这个由这个浮尘根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镜色根 这个兽什么呢 就是对它开始啊 这个本来我们这个能见的这个能力 它见的是什么 它只是有主动的去直取有色光 就直取有色光这一段 但是它依然能够读取什么 紫外线和红外线 但是因为六入了 原这个六处 这个六处一旦产生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我们呢 我们已经被动的不能够再去 我随心所欲的去观察可见光以外的颜色 也就是通过这个六处把我们的这个能力给局限了 发了城牢 让我们的这个能力而只能停留在可见光可闻身 就是我们的这个执着的这个范围之内 而我们执着范围之外的我们都迷失了 这个这个这个六处非常重要 但这个处从哪来 它会研究什么寿 这个寿就是什么呢 转化 就是我们到底接受什么 接受出来的就是可见光可闻身 这些东西最后被我们接受来 它是靠什么来呢 靠六处 就是靠我们的浮沉根 靠我们的浮沉根去隔绝 紫外线红外线超声波次声波等等 把这些东西隔绝了 然后这就叫什么 这个寿呢 就在我们的静色根当中进行一个转化 转化成一个电信号 而这种转化我们就称之为寿 这种转化我们就称之为寿 所以跟上我们的能力的迷失是在哪 是在寿 是在寿上 发现了没有 寿之前我们都什么 可以 但是我们偏偏去这样做 到了寿的时候 我们已经什么 想可以都不行了 已经被锁死了 叫邓九发牢 牢就是六处 牢九发尘 尘就是寿 这个尘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 这个根形成了 六根形成 而这个 这个寿呢 把我们的这个信息又传递到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大脑当中 大脑当中就开始进行分别 哪个是喜欢的 哪个是不喜欢的 所以他就出了这样 爱 受缘 爱 爱 这个时候我们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 好吧 把这个 喜欢的 就挑出来 不喜欢的就放一边 这时候就开始控制我们的大脑 在驱动我们的去干什么 爱缘什么 爱缘去 我们就开始去 就往外找 找的是什么 很重要 找的是空中花水中月 那个时候还是假的 但是你老是找老是找 是一样的 就往外去 往外去 往外去 大家都往外去的时候 就形成什么 又形成了老九发尘 又形成了供月 就取缘有 就变成了实体了 就变成了实体了 而这个实体是什么 是大家共同的误会 导致形成了这么一个实体之假象 而这个实体之假象 因为毕竟是假象 所以什么呢 所以说它不能成绩 它会有产生 会有生老 最后乃至死 消灭 这就是对我们这个物质事件的这种解决 这就是十二因缘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为什么有老死 对不对 因为老死呢 是因为有生就有死 为什么有生呢 因为有有 为什么有有呢 因为我们有直取 为什么有直取呢 因为我们有有爱之分别 为什么有爱之分别呢 因为我们有感受 为什么有感受呢 因为我们有六根对外屏接触 为什么有接触呢 因为我们有这个六种 这个接触的能力 为什么有六种接触的能力呢 因为有我们造出的名色 为什么我们造出名色 因为我们有实心 为什么有实心呢 因为我们在动心 为什么动心呢 因为我们有对心不圆满的了知 那心怎么圆满的了知呢 他们就说 所以说半天白说 对吧 他只是悟到了无名 但无名本无啊 无名从哪儿来的 无名是因为 明 我欲明 而有无名啊 我去争明 而致无名啊 我去找明 而致无名啊 所以 五姓本明 不必去证明 我姓是明的 我要证明 我姓是明 就已经无名了 所谓知见立志 是无名本啊 对不对 正是因为我去 知道我姓是明的 的时候 就已经是无名的根本了 明白吗 知见立志是无名本啊 我知道我无名 这就已经明 这已经什么 我知道我明 我知道我姓能明万法 我知道我姓包含一切 我知道我姓本质具足 我知道我姓本不生灭 我知道我姓本不动摇的时候 其实恰恰是无名的根本 而这个我知道一切法 就是法臣呢 所以这个最初的法臣 就是我知道我能 我知道我能 这个不行 我能 但是不用我知 我知不知 我都能 所以叫我不知 叫知见 无见 思济 涅槃 不要见到自己能 不要见到自己的那个能 不见 见与不见 那个能都在起作用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见 本质具足 法如是 它正在起作用呢 我们不必去证明它 也不必去拔摇它 就好像我们现在 往这一单 有声音 我有文性 我有能听的能力 没有声音 我还是有能听的能力 我能听的能力 并不因为声音的有无 而产生生命 所以我的心是如如不动的 我们不能认为 我听见了声音 我就有能听的能力 我听不见声音了 我就成笼子了 就没有能听的能力 没有 我们的文性是 恒常不变 本质具足 那么我们的见性 也是如此 有光我看得见 无光我看不见 那是因缘的事 那是缘分的事 但是不论有光无光 我的见性都是存在的 我能见的这个能力 都是存在的 即便漆黑一片 我也没有下 来了一个蜡烛 我突然看见了 并不是因为蜡烛 我由瞎变了 复明了 而是我本来能看 所以说蜡烛也好 包括你眼角魔幻了也好 都是什么 都是对工具的一种 恢复而已 工具有否只是条件 只是外源 但是我能看的能力 从来没有产生过 也从来没有 消失过 所以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解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明了 无明本无 叫 无无明 义无无明 尽什么意思啊 无无明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眼睛 是因无明而起 我眼睛因无明而起 鼻根 舌根 六根 皆因无明而起 有眼睛返还 本源是无无明 但是耳根 尚未返还 那么耳根返还了 鼻根返还了 十八切 皆返还了 就是无 无明 近 所以讲 这就是功利问题 无明是 分正法身 义无无明 近 是原正法身 我们对这个 十二因缘之法 彻底放下 无老死 乃至无老死 义无老死 这十二因缘 中间说白了 无无明 义无无明 近 无行 义无行 近 无实 义无实 近 无名色 义无名色 近 无六入 义无流 入近 无处 义无处近 无受 义无受近 无爱 义无爱 近 无取 义无取近 无有 无有 无生 无生 无老死 无老死 这是全文 但是呢 他把他流头流尾 中间给掐了 中间给掐了 这样的话 省一点 大家一看都知道 一看就知道 所以为什么 我们这么说 因为呀 我们这个世界 实际上 从来没有 真正的产生过 而只是按照 这种游戏规则 幻化 变现出来 而已 这就是我们 变现这个 所谓的物质世界的 游戏规则 我们按照这种 十二因缘 来使用我们的心 我们就能随缘 映画到这个世界 那么 这个缘如果我们 不同之形 不同之名色 不同之六入 不同之六处 不同之受 不同之爱 不同之取 不同之有 自然就不同之生 不同之老死了 所以十方世界 我们如何契合呀 是不是 像我们娑婆这样的世界 有无量无边 我们现在只能执着 在娑婆世界 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当中 那么如果我们有一天 想游戏神通 到其他世界 看一看 逛一逛旅旅游 签证是不用办的 但是呢 这十二因缘是要搞清楚的 这个最初怎么动 怎么动心啊 怎么识别呀 这是非常重要 但是 前提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诸法不受 在瘦这个地方 一定要把我们的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这十八戒 化掉 尤其是我们六根 一定要化掉 六根不化掉 我们就完全的被动 就锁死在这 你想去转化 也没信 为什么 所有的光 你只能见到有色光 那其他缘分里面的 其他世界存在 一致于其他的光 你根本看不见 那难道这十方世界 就不存在吗 其实跟诸位说 同时存在 就在眼前 但是我们眼根不断 你不可能看 耳根不断 不可能听见 所以我们要把耳根 眼根 乃至鼻根 舌根 乃至圣根 义根 都要返原 回复到我们的 圆满法生当中去 把它化掉 化到什么呢 化到我们的 能而无不能之 本体当中去 退入到 真如本体当中去 退入到 无无名 亦无无名尽 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的 自在 真如法生当中去 这个时候 我们从头 用另一个无名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有我们世界的无名 比如说我们用 和图来比喻 假设是一六之无名的话 那另外的就是 二七之无名 对吧 这二七之无名 他的心 他的实 他的名色 他的六六 那就完全不一样 到哪呢 到六处 不能收 一收你又落了 所以我们只到哪 只走 十二元 只走到一半 十二元 只走一半 这点很重要 跟大家简单讲 这就是 其实这翻过来 就能生之法 如何生生不息 就跟中国的 周易 很相似 他也是研究 我们这条 道路如何生 生完了之后 其他的各种生法 生生不息之法 就是如法 炒至 其实就这么简单 但是呢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游戏 又落入到那个坑当中去 所谓的才出龙台 又入虎穴 对吧 那就很危险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一定 只到处 千万不能受 叫一切法不受 记住哦 诸法不受 或者叫一切法不受 当然了 前面没有任何的主题 我们知道啊 这本经的 当机人舍利子 他的舅舅 他 当年去问 释迦摩尼佛 跟释迦摩尼佛 要辩论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就说 你以什么为宗 他说 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 诶 很像哦 咱们在这讲 一切法不受 他说 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 他错在哪 刚才我说的 我以一切法不受为 我以什么为宗都不对 我以什么什么为宗的时候 就什么了 就已经落入法治了 就已经错了 一切法不受 尚无 本来一切法不受 我只是什么 对这个事实的一个描述而已 描不描述 都是一切法不受 所以千万不能说 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 那么话说回来 你以一切法不受为宗 是不是你就能受什么法 不就这个意思吗 那我既然能不受 是不是我就能受吗 所以说 那你既然一切法不受 那你这句话你自己受不受呢 对吧 你这句话算不算一法 你受不受 如果受 不对了 破的不是一切法不受 这句话 破的是我以什么什么为宗 这点我们搞明白了 实际上 那个自在就出来了 这个自在一出来了 用它去起官 就叫自在官 哎 这个官 官什么呢 官到的一切 万象 这些是自在之所变现 就叫官自在 自在官 官自在 对不对 这个世界 唯一自在而 官来官去 都是自在 官自在 没有其他 没有任何的 其他的 二法 所以我们叫 不二法能 本自具足 唯一 真如 法界 而这个唯一的真如法界 或者叫真如法身 是没有任何的对立和对待的 它是绝对的 绝对的 所谓的叫什么 一灵毒药 是绝对的 没有任何的 我认为 它是你不是 没有我 没有世界 没有生心 为此 一灵觉 这灵觉就是我 就是世界 就是圣心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当然了 后面还有一小段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十二元诀 后面还有一小段 叫苦即灭道 苦即灭道呢 是声文所学习的 声文所学习的 叫四地方 那苦呢 我们之前讲过 就度一切苦嘛 世间苦嘛 讲过 八苦到头了 所以说 佛家认为 在我们这个 有形有相的 娑婆世界中 我们如果不能 觉悟的话 那么就是 是吧 有求皆苦啊 我们不能觉悟 所以我们一切 生活的境遇 都是苦的 而乐只是暂时的 苦是永远的 在我们这个 假设的现象 世界当中 但是呢 这个苦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急 以前也翻译成习 就是我们习气所造成 也就是我们的观造力啊 过于的集中 我们的妙用啊 过于的局限 在某一个区间之内 就叫急 这个急啊 有累积的意思 也有堆积的意思 最后这个急呢 也形成了习气 也就是习啊 这个古代的翻译 以前的翻译 有翻译成习的 也有翻译成习的啊 就大概这个意思 就是说苦的来源 是因为我们过于的执着 这个急 你也可以理解 那么灭是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的习气 所执着的对象 给去掉 也就是说 我们对外在世界的 单纯的偏执的执着 给去掉 这叫灭 灭的是急 灭是灭的我们的习气 灭灭的是什么呢 灭我们对外攀缘的 这个执着的 这个趋向 而既不灭本体 也不灭客体 客体本体都不能灭 灭的是本体 对客体的分别执着 这点大家要搞清楚 而道 道就是什么 真如法神的显现 本真的显现 这个道什么呢 叫一切法奔空 就弃入了 叫空一切相 而得其空性 就是一切法奔自卫生 或者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是道 所谓的苦极灭道 这是小乘的说法 小乘的说法 这小乘当中 声闻的学习内容 而我们刚才讲的 十二元诀呢 是独觉 或者元诀的学习内容 所以 无无名 亦无无名境 无老死亦无老死境 是独觉 或者元诀的法治 苦极灭道 是破什么呢 破我们声闻的法治 而他们最终成就 声闻 成就的是罗汉道 元诀成就的是什么呢 要么叫元诀 也可以 要么叫皮之佛 要么叫皮之佛 这就是破他们的法治 翻过来说 这就是渡谁呢 就是渡元诀和渡罗汉 渡这些元诀和渡罗汉 后面最后一句话 这个无知亦无得 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朵 是大乘的法 大乘之法 今天把小乘的法讲完 那大乘的法 那我们下一讲 再讲 先例再破 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利 给大家介绍一下 但利的目的是为大家破 不利不破 不破不利 好 谢谢孙老师 今天给我们在新京 又做了非常一个精彩的这种讲解 好的 我们下面呢 进入到这个 线上提问的时间 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线上平台的朋友们 关于新京的这方面 有任何的这种问题 也可以 现在开始向孙老师来请教 好 那我这边先有一个问题 这个向孙老师请教一下 他刚才就是 问您就是讲到这个六畜 和这个瘦的时候 他问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自己感知到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现实世界 是在六畜这个阶段 还是在瘦的这个阶段 算是就是说 感受到了这个现实世界啊 感受吗 感受感受吗 那肯定是瘦啊 你去感的时候 儒家有一句话 叫既然不动感而碎通 佛家呢 叫千处祈求千处印 实际上一感一印 这是法身的妙印 刚一动心感的时候 就以什么 就以真心印之 也就我们前面讲的 真如自在 就是个自在 刚一起观 这个观就是心啊 或者刚一起观照 就观照啥呢 就观照自在 就观照的就是自在 所以这一感一印 无极而太极 太极而无极 是在这个状态内 所以这是保持了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的状态 我这念刚一动 念的是什么 念的是无念之自在 或者叫无念之法身 而这无念之法身 能够起念 的妙用 而念的妙用 念什么 还是念无念之法身 而不能念念攀缘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对现象的执着 而这个现象的执着 实际上最终 落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叫感受 我们不是感应公 感应是佛菩萨的事 或者是圣贤的事 或者是我们未来成就以后的事 对吧 我们现在迷惑 未来的我跟现在的我有何区别呢 对吧 既然你都说了 各个原成再生不增 再凡不减 是吧 在座的所有的都有 本自具足之圆满佛性 那么我与诸佛有何区别呢 就是说 未来假设有一天我成佛 和当今这个凡夫的我 有什么区别 它的区别就是在 我们现在是感受 那个时候是感应 差别就在这 那感受受到哪了 念而无念 念而无念 是观自在自在观 念念攀缘就是一面 念 这是一面 去攀 另一念 为什么 为我 叫念念攀缘 即是无明啊 这无明从哪来呢 两个一念 去互相攀缘 如果这一个念 念而无念 念而无念 这没有无明 所以本来从 每一个组成这个无明的 这个单位来说 都是一面 这一面是正确的啊 没错啊 这一念 即是无念 一念即是无念 这俩都是真的 都是 都是非常的叫什么 我们说 呃 完美的 但是他一攀塌完了 错在哪 错在误会 你摘开了 他俩还是什么 不胜不灭 不够不敬 不增不解 对不对 但是这个误会 到底 有没有产生一个什么 真东西 没有 他只是个误会 你看 这两个一念 他攀塌 哦 他去读取 他 作为我 他只是个误会 这个也不生 这个也不灭 这个也不增 这个也不减 这个也不净 这个也不够 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这只是个误会 组成他的基本单位 都是一面 啊 都是一面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叫什么呢 就叫无名 而因为他对他的 太原形成了一种遮蔽 形成了一种遮蔽啊 在我们中国道家呢 就称之为一阴 阴啊 阴是什么意思 就是遮蔽 阳是什么意思 就是觉知 你自信之光 照着到的地方 就是觉知嘛 叫阳嘛 所以为什么要修行 变成纯阳之体啊 纯阳之体就是什么 正辨之 啥都照的 大日普照 原觉正辨之 就是阳 就是我们所谓的纯阳 那这个阴就是什么呢 一种遮蔽 阴就是无名 没有照到的地方 没有明了的地方 所以讲一阴身 一阴身的拨挂 无名就类似拨挂 那周一当中的拨 他底下奔 一个春阳奔 他底下断了 无名远行啊 谁叫什么呢 正是因为 我这一念 执这一念为我的时候 然后什么 驱动这一念去做 你得去起作用吗 你得起作用啊 他就驱动他 驱动他 去像我一样起作用 这个像我一样 驱动了什么呢 就成了行 就在外找 再去找一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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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行 我认为他是我 我认为他是我 但他是谁呢 他是谁呢 你再去找 再去找 所以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我们所谓的 把他遗忘了的这个东西 就是 他是我呢 这也是我 这俩都是我 对吧 这个我认为 这个我是我的时候 这个我是不是就忘记了 这就叫毁灭为空 而对这两个 一个我 这两个 对他进行重叠的执着 这就变成了什么 决绝 必见 所以这就变成了有 这就变成了空 空有之间 他就这个周行的东西就出来 所以行 行然后呢 就开始他去启用 再去找个心原 事实 事实 等等等等 这一路就下来了 关键到呢 到寿 到寿 寿是什么 寿是他已经形成了 由心理作用 变成了生理作用 到六路 六处的时候 就变成了生理作用 到寿的时候 就是心理跟生理的结合 就等于生理跟心理已经混在一起了 彻底的把自己锁死了 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真实的世界 实际上是限制在什么 处和寿上 而根源是限制在寿上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诸法不寿 那么这个处自然就解掉了 处里面的这个东西自然就解掉了 所以这个处和寿这两个结合 叫六七 六七啊这两个结合 是导致我们对这个世界 认为真有的最大的误会 后面的是爱啊取啊 那都是什么 那都是对外在的所谓客观世界的建设 而对我们的身心实际上就到寿 寿是我们身心的 已经就 身心建造完成了 爱取有生 都是对外在世界的 啊 身心世界吗 对外在世界的建设 所以外在世界的建设 是很容易对不对 很容易舍外在世界 我只要回光反照 我只要不看到 我只要不知取他 就就舍掉了 但是对我们这个自身的感受 和我们这个自身的这个器官 你要想舍掉 非常的难 所以我们关键关键 入道就是一个寿 一个处 啊 受是心法 处是生法 所谓的不受 就是觉悟 一切法不受 或者叫诸法不受 就是礼则顿目 但是呢 这个处和六路的转化 就是什么 适则见除 真正我们明白了之后 最后你除了什么 除了就是老九发尘的 这个六根 这六根最后给化掉了 我们才能真正的获得 自在 所谓的大自在 啊 好嘞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孙先生怎么看待爱 爱是错觉和妄想吗 爱是 从佛法的讲度上讲啊 爱是偏执的执着 啊 它跟那个我们后面翻译成 所谓的博爱比 我爱呢 类似慈悲 叫无分别之关怀 而这里面的爱呢 是什么呢 是有分别之执着 啊 我喜欢和我不喜欢 我要和我不要 这叫 这是我们所谓的爱 啊 现在我们一般都说 爱是自私的 是吧 爱是自私的 确确实实啊 从某种角度上 在中国这个文字当中啊 这个爱啊 也是自私的 爱也是自私的 它跟慈悲 啊 或者跟什么呢 我们叫 这个 侧隐之心 中国人这些东西 它跟这个 爱呢 它是把它区分开的 啊 区分开的 所以 爱是习气的 惯性 所导致 就是我喜欢什么 爱吃什么 爱看什么 爱听什么 爱闻什么 爱用什么 爱什么人 爱什么事 爱什么物 爱什么环境 实际上都是一种 习气的 习气的惯性 而这种惯性 从本质上讲 有没有错呢 没有错 你有什么错呢 都是我们自心的 妙用 但是 这种 妙用的 习惯 刚才我们讲了 积累 导致了我们 对其他 妙用的 遗忘 乃至于 这种爱 习惯于 形成了 成老 导致了我们 对其他 妙用的 障碍 这个障碍 这个习气 这个东西 是我们需要改变的 而并不是 要改变我们 能够 爱的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爱呢 它障碍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 放弃 对它的偏执 而 普爱 博爱一切 这样我们呢 就 既不失去 能爱之能力 也就把这个 爱的能力 我们转化成 佛家叫 慈悲心 儒家叫 侧隐之心 道家叫 上天有 好胜之德 把它转化成 对一切 众生的 关怀 而不是 对某一个 我习惯于 关怀的东西 进行 偏执的 关怀 它这个问题 是在这儿 它的能力 本身 没有错 它的方向 本身 也不错 但是这种 极习 导致了 我们 本心的 迷失 导致了 我们圆满 自信 妙用的 缺失 这是 我们所谓 这个 不爱啊 这个爱啊 要给它舍掉 叫 无爱 义无 爱尽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就是 需要我们 对这种 偏执的 习气的 破除 而不是 对我们 能爱的 能力的 破除 如果我们 把能爱的 能力 破除了 那么我们 慈悲心也 没有了 那就不是 佛法 那就是 魔法 所以你看 西方讲 神爱 适用 对吧 他不是说 神只爱 我这个人 是吧 神只爱 某一个人 不 他神爱 适用 这就是慈悲 他就不是 单纯的爱 而我们 讲慈悲心 讲 恻影之心 实际上 也是 不做分别的 凡是人 揭血啊 是吧 而不是什么呢 而不是说 对我好的 我爱你 对我不好的 我弄死你 那就不是 真正的 我们所谓的 这个这个 发自本心的 慈悲心 而是 偏执的东西 我们现在 这个社会上 有看到很多 因爱生恨的 为什么会 因爱生恨呢 就是因为 他偏执的执着 偏执的执着 有偏执的索取 偏执的索取 导致偏执的战友 那偏执的战友 导致什么呢 导致的很多不如意 最后发生了很多惨剧 最近的 我们经常在网上 会看到一些 实际上 这个东西是什么 互相伤害 这种失去了 理智 失去了 慈悲性 失去了 那种偏执的 所谓的爱 它其实 是对两者的 互相伤害 所以 在佛法来看 这种爱 是需要转化 是需要把我们 信量放大 放大不是 对我们自己 有缘的人 的舍弃 而是在我们 关怀我们 有缘的人的同时 再有去 关照其他的众生 乃至一切的众生 正如儒家说的 老乌老 以及人之老 幼 以幼 及人之幼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首先 当然 他会关照自己 缘分更近的 对吧 但是呢 这种爱 他不能单独的 只爱五之老 叫伤 人之老 以共五之老 是吧 害 人之幼 以共五之幼 那就是错误 但是现在很多的 偏执的 错误的爱的话 他都这么做 因为他自私 因为他有偏执 但是我们提倡的是什么呢 老乌老 以及人之老 幼 幼 以及人之幼 人同此性 心同此理 这就是 我们传统文化 或者佛家 对这个爱的理解 好嘞 好的 谢谢孙老师 给我们这么一个 精彩的解读 我这边再问孙老 最后一个问题 就您刚才讲到 就是说 无无名 最后到 亦无无名尽 后边讲 苦极灭道 那最后呢 是到道 那就说 如果是 能够做到 无无名 和这个 无无名尽 是不是就是 那个 到了这个 苦极灭道 这个道的 这个境界了呢 这两者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 互通 或者一同的地方 这个道呢 跟我们 一般理解的道呢 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道呢 里面有道路的意思 也有方法论的意思 也有呢 状态的意思 所以叫苦极灭道 苦极灭道 这个道 其实在小乘的 或者叫声文的 说法里面 是有明确的解释的 也就是所谓的 八正道 八正道 八正道的修行 首先是正见 八正道的 第一个 首先是正见 正见就是正确的见解 正确的见解 就是什么呢 要知道这个世界 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所谓的 元起论 这个叫所谓 元起信空 有十二因缘 所以导致了 这个世界的产生 由于我们 对这个世界的攀缘 所以呢 导致了我们的 有受皆苦 是吧 因为我们都受吗 算有受皆苦 那么我们这些苦 是怎么来的呢 跟上我们是积累的习气 执着 那这些习气 我们怎么办呢 要给它灭掉 这些理论 我们对它进行了 一个完整的认知 我们就称之为正见 也就是说 正见要破除的 所谓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理解的话 还有一些说法 叫什么呢 生见 这个身体是我 这是错误 要破除身界 身体不是我 身体是我所 只是我的一个工具 也就这个六根 那十八界都不是我 只是我存在的空间 和容纳我 存在的这么一个屋子 乃至于让我进行 运动的这么一个工具 那好像一辆车也 虽然我这个身体 在跑实际上 里面有驾驶 所以呢 就这种认知 我的身体不是我 我的身体不是我 这叫破身界 那我的感受不是我 这叫破边界 我的想法不是我 乃至于 我的情绪感受 都不是我 这叫破境界去见 所以说 最后呢 一切认为 哪个是我 都不是我 因为什么 我将无我 是吧 凡是认为是我的 都不是我 不认为谁是我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我 但凡我认为 什么是我 那都不是我 所以我认为的都不是我 只有我什么都不认为了 那个我才显现出来 才绝了出来 还不能去认知 还不能去判断 还不能去定义 如果一旦认知 一旦判断 一旦定义 错了 但是能不能觉察 能够觉察 能不能了悟 能够了悟 能不能通达 能够通达 这就是所谓的正见 这就破掉邪见 要破邪见 邪见 我们一般都是什么呢 升见 边见 进取见 戒取见 乃至于 所谓的其他一些邪见 第二呢 叫正思维 正思维 就是说呢 我们在想东西 看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进行判断 是吧 你比如说这个人 你看哎呀 发财了 发财了 发了大财了 但是呢 通过干什么呢 比如说 贩卖人口发财的 我们是赞叹的 还是怎么的呢 肯定可能赞叹 我们要知道 善有善报 乐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会到 在有形有象的世界 当中 英国是根本之定律 谁也逃脱不了 英国律 所以讲 在这个英国律 为基础 因缘果报 为基础 进行对事物的解读 和对有形有象 世界的认知 这叫正思维 而不能只看一小片 比如说扣黑学呀 或者说什么 为达目标 是吧 不择一切手段呢 这个东西呢 虽然能够急功近利 但是绝对会有反噬 天道好花 大家放心 所以这个东西 就叫所谓的正思维 我们现在这个思维都不正 用一些什么坑门拐骗的方法 我们就能赚钱了 所谓的笑评不笑昌 这都不是正思维 那都不是正思维 通过一些抖机令啊 通过一些小手段呢 不是正大光明 因缘果报之所得 而呢 去弄一些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 偷机取巧之事 认为自己很聪明 认为这样的人值得崇拜啊 这实际上都不是正思维 都是错误的 都是错误的 这就在佛法当中 所谓的正思维 正思维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 对这个世间 一切因缘果报 我们了解了之后 我们就所谓的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我们就要不再造恶因 我们要随缘消旧业 这个时候我们要 多造善因 少造恶因 与人为善 多结善缘 少结恶缘 这种认知也叫正思维 也叫正思维 所以正思维就是什么呢 我们对这个世间 现象的产生 有着根本的了解 而根本的了解 实际上就是 新生则种种法 是所谓的新现实变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十二元诀 这个十二元诀 它其实就是这个 世间现象的 因缘的产生的密码 这个我们搞清楚 实际上对十二元诀了解了 基本上就可以说 是正思维了 那正语 正语就是什么呢 就是语言清净 说话温柔 对吧 不能什么呢 不能胡说八道 要说正法的东西 不能说写法的东西 要劝人为善 不能劝人为恶 对不对 不能教人犯法 教人祸害 然后什么呢 挑拨离间 挖坑 射套 拴队 自认为自己很聪明 是吧 破坏僧团 破坏清净 然后呢 以小恩小惠 获取人心 骗取别人 由持戒到不持戒 放任别人 犯徐错误 去喝酒唱歌 乃至抽烟打牌 乃至赌博 这种的言语劝说 都是错误的 都不属于正义 正义什么呢 就要光明正大 说实话 说真话 说那前提是什么 我们要建立 对这个世界的 政见和政思维 有了政见和政思维 你得出的结论 我们就要实话实说 有些不带听的 听不进去的 我们不说 但是也不能骗他 也不能说假话 就是说 可以有些话 可以说 有些话 不说就不说 但是说的 只要说 我们就是正义 不说呢 我们就什么沉默 沉默是经文 听不进去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不说 对吧 不是有所有人 都能度得了 所谓福不度无缘之人 有些没缘的人 你看着他 在这痛苦里面折磨 但是他一苦为乐 他享受 他饮症 止渴 他喝这个症炉 他就感觉跟喝蜜一样 你怎么办 对吧 他觉得你的清静的 如法的 觉悟的生活 是傻子 是二货 他还嘲笑你呢 那你怎么度他呢 他还想度你呢 他还想把你拉回到人间 享受世间的 种种繁华呢 那你怎么办 所以说 各走各地道 道不同 不相为谋 空夫子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这就是所谓的正与 正与 正业是什么呢 这就是正业活命 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 最好是 结善因的 不是结恶因的 众善果的 就众善因的 不是 不是众恶因的 结善缘的 不是众恶因 一般情况下 我们所谓的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喝酒 这是基础 这五届是基础 所以我们从事的行业 尽量不要杀生 尽量不要杀生 尽量不要偷盗 尽量不要邪淫 尽量不要什么呢 妄语 尽量不要 跟酒有关 比如说我们要开个海鲜店 对吧 假设 实际上是未必好 我认识好多开海鲜店 他们家小孩 今年挣20万 对吧 小孩就得到医院 给人搭桥心脏手术 当时我们写对门家 就得把这20万都给花出去 而且小孩受罪 当然了 这可能是个别现象 但是我们确实亲眼见着 尽量不要做 跟杀生有关 比如开屠宰场 等等等等 养殖业 这些实际上在佛法来说 都不是正确 尽量不要跟偷盗有关 偷盗赌博啊 炒股啊 乃至于开赌场打牌 是吧 像那什么 实际上都算道业 实际上都算道业 都不清净 从佛法来说 是不建议大家这么搞 邪业活命得不偿失啊 邪业活命得不偿失 当然了 更不要邪影 比如说介绍啊 陈旧啊 像古代的开什么 那个八大胡同啊 是吧 红灯区啊 等等这些 实际上是都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这就是所谓的邪影 不要跟邪影有关 尤其不要挣这方面的钱 挣这方面的钱 非常不好 但是话说回来了 实际上有些真的从事这方面的人 因为我们还真不能小看 为什么呢 他是被社会所逼有时候 他还有一种牺牲精神 那那么还是大部分在来 但是你组织的 你提供场所的 对吧 你组织这个行业的人 那就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对吧 真正从事的很多可怜人 很多可怜人 很多是迫不得已 无可奈何 为了家庭 为了爹妈 为了这个 为了那个 来牺牲自我的 那是不能有任何的 我个人认为 那应该当菩萨看 那应该当菩萨看 反而 我觉得就不是 提供这些方便 提供这些场所 盖楼啊什么 盖房子 搞红灯区啊 就是管红灯的这些人 是吧 我们就不细说了 妄语的话呢 就是吹牛嘛 就是这个 当然了 有些专门说广话的机构 我们也不要参与 是吧 专门不说实话的地儿呢 咱们也 是吧 这就是这个意思 最后酒 这点很重要 酒 它其实包含着毒品 包含着一切 能够让人 那个失去理智的东西 酒喝多了 让人失去理智 毒品吃了 也让人失去理智 所以贩毒啊 卖酒啊 其实 都不是特别好 尽量不要跟这方面有关 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正业 我们所谓的正业 正命呢 就是谋生手段 跟着一样 叫正业活命 正业活命 就是我们 从事的职业 正业的正命 就是我们 依靠这个东西 来养活我们自己 就是这个钱 叫什么 就像郭德纲老师 老说的什么 要感谢这个大家 什么 不使人间造灭钱 什么天地 什么父老能容我 不使人间造灭钱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 搞任何事情 就是尽量的 生活来源 还是要通过正业来 正业 不要通过协业来 更不要通过那其他的 不好 好 最后 第六个叫正经济 正经济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修学的时候 要修学正法 不能修学写法 要修学佛法 不能修学外道 而正经济 实际上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向内求 向自心中求 觉悟本心 由心而发 这就叫正经济 正念 正确的思维 这个什么叫正念呢 说白了 就是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就是正念 念念本心 念念真如 就是正念 念念诸佛 念念大道 就是正念 而我们不能什么呢 不能去 所谓的念看 念吃 念称 念一切相 都是前面 所以讲念佛 念法 念僧 是吧 念诀 念正 念尽 这都是正念 而念染 对不对 念尼 念这个什么呢 念邪 这都是所谓的 正念 而我们正念 实际上 我们简单就是念佛 念法 念僧 这就是简单的 大概加整到最后正定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进入正定 正定是什么呢 是愣且本自定 无有不定 时的法身之 本来清静定 而不是我们强行降服 念头有出有入的那个定 有出有入的定 不是正定 真正的正定 就是我们法身 本来清静 本不动摇的 这个这个 所谓的愣且本自定 没有不定 时无有出入 对吧 我即便是嘻笑怒骂 也在定中 吃喝拉撒 全部离他 这就是所谓的正定 而这八个的同时的 这个做到 八个的休息 八个的成就 这就是所谓的八正道 也是小乘 苦极灭当 苦极灭 最后所证得的道 这就是所谓的 苦极灭道 是我们小乘 休息的主要内容 好的 好 非常感谢孙老师 给我们做的这么 精彩的这个 后撤的解释 今天我们 心经的讲座 就到这里结束 好 我们期待 下周 孙老师再给我们做 精彩的讲解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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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孙老师 再见 再见